我们再来看花莲县同门村的原住民 因为不满林务局 昨天在他们认为的传统领域山区 载走了两卡车的红筷跟扁驳 当场就把卡车拦下来 不准离开部落 而部落的村民本来打算 今天晚上要举行部落会议 再来决定怎么样处理这些木材 不过林务局今天上午就派人 要把卡车开走 引起了村民极度不满 于是集体包围了派出所 一听见林务局二十五号被拦下载 有红筷和扁驳的卡车 将要离开部落 大批花林秀林乡同门村的民众 赶紧包围派出所后门 不让卡车离去 这就是林务局的官商勾结 他们这个要怎么带 摆明是今天晚上 七点要开外为什么要用走 林务局叫我们原住民 不要砍木头 不要去里面砍木头 非法买卖这样 可是林务局自己砍 林务局表示 这些巨木包含扁驳红筷 都是在同门山区里 林务局所管辖的四十九 跟五十林班地上 所发现的岛木 依法这些木头都是属于国家财产 所以必须在下山统一管理 既然是国家的一个财产 那我们既然也封倒下来了 那我们基于管理机关的职责 我们要来做一个处理 那所以我们把它运下来 但同门部落的民众 则是认为林务局太不尊重当地原住民 在传统领域里砍伐森林或是载运岛木 严重影响部落水土保持 林务局表示 部落民众所指称的传统领域 目前还没有公告 所以山区木头还是属于国有财产 但部落民众不接受 持续阻挡卡车离去 并要在晚上召开部落会议后 再决定是否放行 而这也是继去年来 华林县政府规划打造 同门自然生态警官区被拒绝后 同门部落第二次与公部门的冲突 记住我们家凯 欢迎报道